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人老也先老 这样做就能延长寿命 50岁以上的都看看 都说人老腿先摔 但眼睛也是不可忽视的部位 很多中老年人正处在人生和事业的两个巅峰 结果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眼神越来越不好了 看东西模糊先不说 像是眼睛酸胀疲劳未光等等 这些小症状也一个个出现了 更甚者还伴有头痛 针对这种情况 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人老了眼睛花了 真的是这样吗 人老先老眼没错 但眼睛老花可不是许多中老年朋友 想象那么简单 中老年人视力模糊 眼睛疲劳 未必就是眼睛老花 还可能是用眼过度或者白内障 金光炎等疾病的线照 如果不经检查就盲目佩戴老花镜 会给眼睛和视力带来严重伤害 什么是老花眼 老花眼又称老花 老势 医学上称之为 势敏度功能衰退症 表现为近距离阅读模糊 疲劳 酸胀 多累 胃光 肝色 即半身头痛等症状 眼睛筋状体硬化 弹性减弱 结状肌收缩能力降低 而至调节减退 近点远移 发生近距离事物困难 是形成老花眼的直接原因 多见于40岁以上人群 即人们常说的478两眼花花 老花眼的危害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看不清 影响工作与生活 整到中年是风化真貌 大显身手的时候 却因老眼昏花 而导致各种不便 看文件 看报纸 凑得越紧 越看不清 电脑和手机 跳到最亮 依然一片模糊 吃鱼 看不清鱼刺 钓鱼 看不清浮标 开车 看不清导航等等 无论工作和生活 真是眼睛看不清 干啥都笃心 逃不脱 诱发或加重眼疾 眼睛老花不是病 却是许多疾病的诱因 老花眼会导致失误不清 眼酸 眼痛 干涩流泪 视力疲劳 恶心头痛等症状 各种不适 导致精力衰退 睡眠质量下降 人体免疫力降低 从而诱发或加重各种眼病 和中老年常见病 如白内障 轻光眼 视网膜黄斑病变 高血压等 忙不停 近视遇到老花眼 近视的人到了中老年 眼睛同样会花 原来光看不清远处 现在连近处也看不清 只好准备两副眼镜 来回倒着戴 看远处戴近视眼 看近处戴老花眼 远远近近 频繁地戴上摘下 既伤眼睛又很尴尬 不礼貌 而且出门如果忘掉一副眼镜 走哪儿心里都不踏实 心不美 人生从此难自信 眼花意味着衰老的到来 当某一天看到原本清晰明朗的世界 逐渐变得模糊和陌生起来 给人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会有一种人生从巅峰向低谷下滑的失落感 久而久之 原本豁达的人可能会变成沮丧自卑的玻璃心 成为偏执 激进 敏感多疑的老小孩 如何初步判眼睛是否老花 眼睛老花和近视一样 切勿抱有想当然的心理 盲目佩戴眼镜 如果眼睛符合下面几项条件 一定要到专业 正规的时光机构 进行科学规范的眼光和检查 排除其他原因确定老花度数 一 裸眼时比较难看清手机案件或文字信息 二 远近交替看物体时 对焦时间较长 三 看书时很容易犯困 四 离物体较近距离工作时会头痛 五 做细致的工作时常会失误 六 看近距离物体时 要眯起眼睛才能看清 七 要把书或手机放很远 才能看清上面的字 八 年龄超过40岁的中老年人群 警惕 老花眼正在逐渐年轻化 现代社会 随着电视 电脑 手机的普遍 以及生活学习和工作压力的加剧 不但近视群体 日益扩大 并呈现年轻化 低龄化态势 就连老花眼 也正悄悄地逼近年轻群体 一方面是用眼过度 视力疲劳导致的眼睛老花提前 另一方面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 由于精状体的调节功能比较强 因此 视力很好 随着年纪的增长 精状体调节能力下降 相对于其他人而言 就容易更早地出现老花眼症状 从这个观点来理解 年轻时视力越好 眼睛老花就越早地说法 也是不无道理的 眼睛某区出现黑影 物体变弯区 意味着黄斑部并变 除了老花眼外 也是老年人常出现的一种眼部问题 黄斑部并变在早期 会觉得眼球中心看到的东西越来越暗 变得模模糊糊的 觉得要很用力才看得清楚 随着病情的加重 当黄斑部水肿严重时 视野中心会开始觉得物体扭曲 原本是直的会看成弯的 比如筷子拿到眼前 会觉得筷子变成弯的 老年黄斑变性 是一种和年龄增长有关的 多因素负合作用的眼底病 年龄越大 患病率越高 世界卫生组织将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列为全球发达国家的高龄人口市民的主要原因 目前全球离病人口已将近两亿人 同时 青光眼也会因为视神经的压迫 让人感觉眼前的食物都暗暗的 所以 若一直觉得室内光线不足 看东西看不清楚 会一直把屏幕调到最亮时 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此外 若眼睛出现疼痛的症状 通常这种情况是眼球组织本身的受伤 一定要注意 眼睛是不是有出血 有任何的不舒服 通常小出血 眼睛组织还可以吸收 但如果是大出血 或是有伤害到组织本身 建议进行详细的追踪检查 科学养护眼睛 颜缓老花提前 保证睡眠 成年人至少要保证每天六小时睡眠 每晚十一点前入睡 才能保证充分休息 劳已结合 要在近距离工作间隙 让眼睛休息一下 一般十分钟即可 可以让眼睛离开电脑屏幕或书本 往远处眺望 做一座办公室操 眼睛保健操 活动一下颈椎 坚持锻炼 经常锻炼身体 也能缓解眼睛的疲劳 因为眼睛也是身体纪念的一部分 眼睛疲劳可感觉头疼 头昏 但身体好的人 可以轻松抵御这些视觉疲劳的感觉 合力饮食 中医认为老花眼系肾水亏损 精血不足引起 综合中西医的理解 可适当多时 具有明目功效的黑豆 黑芝麻 瘦肉 鱼 蛋 牛奶 肝脏 以及菠菜 胡萝卜 南瓜等富含维生素A B的食物 按摩头皮 头部有很多能使眼睛明亮的穴位 用双手抱头 揉搓头皮各处 能使头脑清醒 眼睛明亮 也可用肌骨法 即用双手指腹敲打头的个处 定期检查 无论眼睛是否老花 都应该每年定期到专业的时光机构 做一个科学全面的视力检查 即使发现和跟踪眼睛健康状况 是延缓眼睛老花 呵护视力年轻的关键 科学配镜 出现眼睛老花 一定要及时科学地佩戴老花眼睛 切莫以为老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而不戴老花镜或者随便买一副老花镜佩戴 那样对眼睛的伤害非常严重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也是最能体现一个人衰老的地方 令人感到无奈的是 眼睛的老花速度特别快 很多年纪没那么大的人 眼角就已经有了皱纹 出现了老花的状态 而且眼睛在老花的时候 还可能伴随一些别的症状 如果朋友们有感觉到眼周不适 记得要尽早做个检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